乌克兰周六宣布 乌军使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 首度在基辅上空 击落俄罗斯匕首高超音速飞弹 匕首飞弹射程可达2000公里 飞行速度达音速的10倍 可携带核弹头 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武器 而俄罗斯也不甘顺弱 表示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空 击落两枚乌克兰飞弹 这是继4月份之后 俄军第二次南下 乌方对克里米亚飞弹的攻击 而在战况最激烈的巴赫姆特 乌军指控俄罗斯使用白铃弹 画面显示白铃弹在空中燃烧 而发生的烟雾具有强烈杀伤的效果 这可能是因为俄军久攻不下 这座战略城市的结果 乌军目前在巴赫姆特镇尽一切的力量 发动炮击阻挡俄军的进攻 而在俄罗斯境内意外事件持续发生 俄国著名民主主义座家普里平 在一场汽车爆炸中受伤 他的司机因此上命 俄方立即归咎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作为 但是乌克兰并没有承认犯案 专家认为最近在俄国境内破坏事件 是乌克兰春季反攻的一部分 为了避免平民受到波及 俄罗斯当局下令撤离 在其控制下 扎波罗尔地区靠近前线的平民 显示乌克兰的大反攻可能快要开始了 记者综合报道